大家好,我是何舒适,这里是舒适说电影 本期我们分享一部脑洞大开的科幻剧《心愿房间》 妻子凯莉和丈夫迈克为了远离喧嚣的城市就买下了一栋偏僻老柴,并搬了过来 事实上,他们夫妻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避世,也想散散心 凯莉已经两度怀孕失败,她内心备受打击 搬进来后,两人就开始打扫屋子 就在整理东西的过程中,迈克发现了一把奇怪的钥匙和一扇隐藏在墙值后的旧铁门 他好奇地打开了这扇门,结果里面竟是一间空荡荡的密室 可就在踏进密室的瞬间,整栋屋子的灯就不停地闪烁 一开始,迈克以为是电线老旧出了问题,就找来维修工 维修工来到地下室一看,直接懵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既杂乱又奇怪的电力系统 就表示无能为力,没法修 在离开前,维修工还跟迈克说了一个秘密 原来,他们住的这栋老宅是一栋死过人的凶宅 几十年前,前任房主夫妇就莫名其妙地被杀死在这里 之后警察抓到了杀人真凶凶手男 可奇怪的是,这凶手男的身份居然是个谜 没人知道他打哪儿来,往哪儿去,更不知道他杀人的动机 最后没办法,法官就认定凶手男是精神病患者 并将他关进了精神疗养院 迈克知道自己倒霉买到了凶宅,就躲到密室里喝闷酒 喝完后,他还意犹未尽,便随口说了想再来一瓶 话刚说完,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一瓶新酒竟出现了在他面前,这情况把迈克看呆了 原来,这居然是一间能实现任何心愿的宝藏房间 只要在密室里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他通通都能实现 凯莉一开始也不信这事,可当他许愿,想要一百万并瞬间实现的时候 他才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夫妻俩就没日没夜地在心愿房间里许愿 他们要了美酒美食,要了金银珠宝,要了古董字画和数不尽的钱 不久之后,两人就适应了这种开外挂的人生 并渐渐对他失去了新鲜感,甚至还觉得有点空虚寂寞了 这时候,迈克再次跟妻子提出了造人计划,以此来丰富他们的人生 但对于这事,凯莉是有阴影的,她无法再承受失去孩子的伤痛 所以,她背着迈克,直接到心愿房间里要了个婴儿 迈克看到这来路不明的宝宝后,是拒绝的 她觉得,生孩子这事,必须情理情为 就想退货,让婴儿消失 但到最后,他们都没能狠下心 就只能把孩子养了起来 过后,迈克想知道心愿房间的来龙去脉 就以记者的身份来到疗养院 见到了当年那个杀房主夫妇的凶手男 凶手男知道迈克他们也发现了心愿房间的秘密后 就警告他们,趁着事情还没恶化,赶紧搬离那里 但他也清楚,迈克他们是做不到的 毕竟稍微有点欲望私心的人都抵挡不了心愿房间的诱惑 回家后,迈克还发现了愿望房间的另一个秘密 所有通过许愿得到的东西 只要离开老宅范围,就会迅速地老化,直至化成灰烬 但他没把这事告诉妻子 并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婴儿抱到院子里溜达 结果,小宝宝瞬间长大,变成了一个大男孩 妻子为了保护这个男孩,就把门窗封死,不让他外出一步 可长大后的男孩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维和想法 他不愿被关在家里,因此脾气变得很暴躁 看到孩子变成这样,迈克也很担心 这娃早晚会成为祸害,便不待见他,还处处提防他 过后一天,男孩也知道了心愿房间的秘密 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个房间玩出了新花样 男孩通过许愿,居然把房间变成了一片树林 看到这情况,迈克越发觉得这孩子不简单 就决定锁死心愿房间,不让任何人进去 也是这时候,凶手男给迈克打来电话 电话中,他也得知了迈克夫妇利用心愿房间造人一事 而迈克也猜出了凶手男的真实身份 原来,凶手男也是前房主夫妇通过许愿造出来的 但迈克很奇怪,为什么他就能躲过快速变老的魔咒 最后,凶手男告诉他,只要一命换一命 杀了创造自己生命的主人 那么虚构出来的孩子,也就能顺利地变成真正的人类 这就是当年房主夫妇被杀的原因 听到真相后,凯莉竟也动了一命换一命的念头 因为他早就把这个男孩当成自己亲生的 所以,就想通过自杀把活下去的机会送给男孩 但到最后一刻,他还是停了下来 男孩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来历 迈克一怒之下,就把他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男孩竟主动跑到屋外 让自己迅速长成一个小伙 并要杀了迈克 就在打斗的过程中,凯莉昏了过去 等到重新醒来时,迈克告诉他,小伙已经死了 凯莉知道后很伤心,他想要离开这个老宅 可迈克不仅不同意,还坚持要住在这里 这时候,凯莉发觉眼前这个迈克有点异样 好像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事实上,这个迈克并不是真正的迈克 他是小伙利用信愿房间造出来的假象 原来,当小伙知道自己和凯莉不是母子关系后 他也喜欢上了凯莉,并要把他占为己有 而真正的迈克在老宅中醒来后 发现小伙偷走了密室钥匙 就把密室的墙砸开 爬进了小伙虚构的世界中,找到凯莉 凯莉这边也猜到了整件事的过程 还识破了小伙的真面目 所以夫妻俩联手逃出了密室 可小伙还是不愿善罢甘休 他要杀了迈克 最后,迈克拼尽全力 把小伙推出了门口 将他锁在了老宅外面 让他慢慢衰老死去 直到化成灰烬 之后,迈克和凯莉就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但对于凯莉来说 他的噩梦还没有散去 凯莉过后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孩子的亲生父亲竟是小伙 原来,当初在虚拟世界的时候 小伙还是强暴了他 如果真的有一间能满足愿望的许愿房 但梦想成真实 他也会牢牢地把你禁锢着 你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吗 好了,本期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舒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